今天要给大家煮操一部看完能让你的三观轻狂不揭的泰国科幻电影《水银侠》 在古老的传说中 来自外太空的陨石经过地球的温养之后 会变成一种神奇的护身符 拥有它的人将会获得超越人类极限的能力 这种护身符被人们称为太阳水银和月亮水银 作为圣物被神庙的使者世代守护 而这部电影正是围绕着这个我刚编出来的传说展开 电影的开头一群来自神秘组织的歹徒冲进了监狱 打算救出他们的首领 但是在枪战的时候打爆了氧气瓶引发了火灾 而我们的主角小强是一个超级热血的消防员 在他赶到火灾现场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正打算离开的歹徒 然后正义感爆棚的小强就冲上去制止歹徒 谁知道却被监狱长这个叛徒从后面偷袭 让人没想到的是监狱长用来偷袭他的武器 竟然是本来打算交易给神秘组织的太阳水银 此时护身符已经变成了液体在小强的体内流窜 小强在迷糊之中被神妙使者救回了家 当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异 不但恢复力惊人就连血液也变成了金属 而在另一边刚刚逃出监狱的首领 在刮了个胡子之后就开始召集他的部下 打算利用月亮水银和太阳水银融合所产生的巨大爆炸 来报复米国人 虽然我不是太关心你为什么这么恨米国 但是我觉得还是达摩祖师的造型比较适合你 然后神秘组织通过小强工作的消防队查到了小强的住址 不但打伤了小强还绑走了他的朋友和老妈 还好神妙使者及时赶到就走了小强 为了救回家人 小强开始学习控制体内的能量 在使者的悉心教导之下 渐渐的施展出了各种能力 然后还换上了紧身衣到处行侠仗义 窃斗的黑帮一看到他就瑟瑟发抖 就连发狂的大象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妈好像还在坏人手里啊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搜寻之后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神秘组织的据点 只可惜此时他的老妈已经被转移 只能和楼楼们打了一场 可是这里的楼楼们也不是好对付的 他们用电流限制了小强的能力之后 打算一起上去欺负他 谁知道小强竟然还会打菜拳 把一群来表演的人打得落花流水 这三个人打的难道就是功夫里的五郎八卦棍 十二路弹腿和红加铁线拳 这是赤果果的超习药 在打完之后 小强按照约定来到码头 原来神秘组织打算利用护身符 来炸毁一艘米国的轮船 此时他们已经获得了月亮水银 想用小强的老妈来交换太阳水银 可是太阳水银已经融合进了小强的体内 根本就没办法拿出来 只能被小强一个接一个的按在地上摩擦 就连首领最后也只能突兀的狗蛋 然后重头戏来了 眼看计划失败的坏人女 竟然把月亮水银中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然后就获得了控制水的能力 就连全身上下也换上了 bling bling的冰雪女王皮肤 只可惜这个超能力只是个摆设 他们再次开始肉搏 打到最后 小强失手掉进了鱼缸 然后被冻成了一坨冰雕 oh my god 这个善笑 这个甩皮鞭的动作 真是太拉眼睛了 眼看就要狗蛋之时 小强突然融化冰层凌空跃起 使出一招惊天底气鬼神的飞气撞击 瞬间就要了敌人的狗命 这都什么个什么呀 这么拉眼睛的电影 大家还是不要看了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柯达电影 看在我这么努力挖掘电影的份上 就关注我一下吧 么么哒